在上一节里面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下SpringBoot的Starter Dependency它的实现原理 我们也看了官方的Starter Dependency 在这一节里面我们就一起动手来实现一个自己的Starter Dependency 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起步依赖 那定制自己的Starter Dependency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它当中其实只要加入两个模块就可以了 一个是与自动配置相关的模块 如果你的这个依赖它需要做自动配置 那么我们可以在里面写上自己的自动配置 那第二块呢就是Starter的模块 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些依赖项 首先就是指向我们的Auto Configure的一个模块的一个依赖 另外就是我这个Starter Dependency所自己需要的那些依赖项 那这里面呢需要说明一下 我们的Auto Configure它并不是必须的 如果我的这个模块它并不需要什么自动配置 就可以把它去掉 而SpringBoot的相关的那些自动配置 很多都是集中在SpringBoot的Auto Configure里面的 所以它只要依赖了SpringBoot的Starter 那么就会自动的加入这些Auto Configure 看完了Starter的内容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命运方式 一般我们会建议在前面加上一个前缀 来和官方的那些依赖做区分 那比方说我们这边是即可时间 所以呢我就会加上即可时间 中华线Spring 中华线Boot 中华线Auto Configure 这样来表示我的一个Auto Configure的一个模块 同样的我的Starter也可以使用即可时间 中华线Spring 中华线Boot 中华线Starter 那这样我就可以定义了一个即可时间的SpringBoot Starter了 最后我们看一些注意事项 比方说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 不要使用SpringBoot来作为你的依赖项的前缀 这样会和SpringBoot官方的那些依赖混在一起 到时候不好辨认 另外如果你有一些配置 我们也建议不要使用SpringBoot已经使用的那些配置命名空间 比方说它里面有这种Server Management相关的这些配置项 那么你就不要再去使用Server和Management打头的这些配置了 第三点那就是我们在这个Starter Dependency当中呢 只加入必要的依赖就可以了 也许这个要求有点苛刻 但我建议是希望你的依赖不多不少 正正好好 你要用到哪些就加哪些 如果没有必要加进去的话呢 就可以去掉它 这样可以减少最终的打出的包里面的依赖 最后是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在你的Starter Dependency当中 加入对SpringBootStarter的一个依赖 那这个并不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工程本身就是SpringBoot的一个项目 所以它本身就添加了对SpringBootStarter的依赖 那这个就看你的需要来最后决定一下 我在这边同样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例子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即刻时间-Spring-Boot-Starter 我把它放在了第九章的例子里面 大家可以把这个工程呢 clone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现在已经在我的ID当中 打开了我们的这个GeekTimeSpringBootStarter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ol文件 它里面其实就两大块 一个是我们的自动配置 也就是这个GeekTimeSpringBoot的AutoConfigure 另外一块依赖呢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Greeting的这个Dependency 那有了这两个之后 我们只需要在我的AutoConfigureDemo当中 去引入这个GeekTimeSpringBootStarter就可以了 然后就不再需要自己去加入这个AutoConfigure 还有Greeting的依赖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DependencyAnalysizer看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引入了SpringBootStarter 然后我也引入了这个GeekTimeSpringBootStarter 那这里面它又分别有这个 即可时间的这个自动配置和它的这个Greeting 那相信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应该也是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 好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程序跑起来了 它也生效了我们的自动配置 有这个GreetingApplicationRunner 也看到了它打印出了这个 Hello everyone We all likeSpring 那以上就是一个简单的StarterDependency 我们在里面加入了自己的自动配置 还有相关的依赖 那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去自己实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StarterDependency 在工作当中去简化你的Mama依赖项 如果关于StarterDependency 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与我互动 非常感谢大家